那么像以前传统的这种色情风化 基本上都是很多是面对面的发生 那么现在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现在也发展到网络很发达了 那么您给我们讲一讲最新的一些动态 在网络色情方面 网络色情在过去十年里面成为了成长 大部分色情网页都是在里边 它基本上的60%以上都是透过网页里边找到的广告 现在目前它比较流行的几个是Quickness City White这几个都是属于色情服务的 当然的话就是你一般的召集了挑课的人去找John 就去找以后小姐在里边offer service 同样的警察也会在里边去找 所以一般你做了广告之后 有很多卧底行动都是警察在网上看到了 又派卧底进去的 当然的话就是网络里边最大的一个问题 现在出现的话就是两个问题 一个的话就是说那个色情 儿童色情网站 在三年以前的话 在王冠基这边有个Orange County的高等法院的法官 他就是因为在电脑里边的话 自己的话那个download一些儿童色情网站的照片 被抓进来的 在目前的话 FBI里边的话 所有的联邦的管理机构里边的话 有一半以上的儿童色情网站 都是属于卧底的色情网站 所以基本上你一download下来的话 警察马上也知道是哪台电脑里边的话 是download下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这类人的话 你要知道在加州里边呢 很多有这种sex registration的要求 每根法案的话 一旦只有性存放的前科 他们就要登记 在美国加州里边 在加州里边呢 有6万5千人是登记的 所以这类人里边呢 他们都大部分都是有一种怪癖 并且的话 百分之六十五的人都会重犯 所以这种情况下 警察为了保护小孩子的话 他们故意设立这个网站引诱你去download 传递这些东西 后来那个法官的话 警察拿了搜查令 一发现是法官的 并且的电脑是从上班的法院里 这个法官后来被判了五年 所以的话是执法犯法 对 所以为什么的话 很多时候的话 在美国里面 他们非常保护的 另外一类里边的话 这色情里边的话 就是check room 在十年以前 NBC已经发现了一些问题 这个电视报 他们有个小组 专门这个catch a predator 抓到的心心犯的人 所以他们故意的话 找了一些很多义工 在网上伴助 小孩子跟你来check 交上朋友了 以后我妈妈不在 你过来吧 以后我们代表很多客人 就是这样子的话 以为在网上交了朋友 以后这些小孩子叫他过来 以后他身上发现有套子 还有这些东西的原来 等到他那边去 不是小孩子 而是一组camerman 警察在那边戴手铐 等到他的 所以这类案子里边 警察会常常会有最引诱的 他就说我们的辩护理由 就是说他不是 他不是知道是小孩子 但是他在chop中里边 他故意表示了 我已经14岁 我跟妈妈闹翻了 所以这类案件里边 被chop进去 被引诱进去的人 包括有警察 有律师 有法官 什么人都有 所以每一次行动里边 都是四五十个人被逮捕的 以后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忙忙问这些客人 你为什么这样子做 我觉得因为他们不会有这陷阱 但是往往你罪不至于的时候 你自己已经有这个想法 要做法犯罪的时候 这个不叫entrapment 这个不叫切圈套 所以很多时候 你一定要吸尿症 不要感觉到在网上交朋友了 在美国里边 如果你是跟未成年的小孩子 发生性关系 本身就是一个法定强暴罪 statutal rape 因为18岁的女孩子里边 他没有这个能力 给这个同意的 虽然不是真正的强暴 两项情愿的 但是在加州里边 他的年龄限制区别是五年 好像这小孩子14岁 你已经19岁 有五年的差别的话 这种情形之下 就算小孩子主动同意的 那不是他因为的同意是无效 你跟他发生性关系的话 这种就属于法定的强暴罪 可以面临三年到五年的劳心 好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不要以为这个在internet上面 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得见 其实这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天网 会会疏而不漏 那么现在一些青少年 可能也是这个性早熟 对于这个他们 很多也是拍了自己的裸体照片 发给同学 这类案子里边的话 我们处理 因为最近这几年出现特别多 这个英文词叫Secting Secting就是我们的Texting 是T开头的 Secting的话是X E-X T-I-N-G 为什么很多是现在的iPhone也好 还是什么 自拍的照片 传给同学了 传给同学里边的话 关系好的时候很好 但是后来的话 分手了 他这个男生的话 就可能将你的照片里边 传播给别人去了 传给别人去的话 男生的话如果将别人的裸照 尤其是青少年裸照 传递给别人去的话 他触犯了 传递儿童色情照片的罪 可以面临三年到五年的劳心 那女生里边 他自拍裸照之后 在Indiana Wisconsin 很多都是有这个案例里边的话 这男同学 逼得你不跟我交往的话 我手上有你的裸照 你一定要跟我交往 或者是你给我五百块钱 我给还给你照片给你 以后给了五百块钱的话 他因为你知道 他delete掉 他还有copy 或者是他将 将这个资料里面 post到网上去 也会引起小孩子里边的话 受不了了 没脸到学校里边去 等到很大的压力 为了这个事情 有些女生自杀了 案例非常多 所以提醒家长的注意的话 一旦只给小孩子一个手机 有这个自拍功能的情况之下 一定要教育他们 千万不要拍自身裸照 还传递给别人